好 來 今日中二選秀話題 這是嚴寬恆炮轟于北前 說真正人物沒有靈魂的話 那麼跟連鎖超商沒什麼兩樣 引發了爭議 林靖怡表示 和退役少將于北前相比 加入國民黨 嚴寬恆更像是加入了加盟店 拜託 謝謝 謝謝 多謝 補選前最後一個黃金週末 林靖怡找來同黨立委王定宇 蘇智芬 繽紛二路 深入嚴加鐵票倉 殺戮區 掃街拜票 選站進入倒數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和林靖怡 雙方為了誰空降 再度隔空招火 一開始指責別人空降的是朱主席 那我們一再講過 在這個地方 我過去的二十年在當醫生的時候 我就是照顧這個地方的所有的民眾 我那個時候是當醫生 我照顧每一個 有機會接觸 有機會照顧他們的家庭 我不知道他這樣子 還要污蔑到什麼程度 國民黨退役授降於北城退黨 改挺林靖怡 被嚴寬恆批評 跟連鎖超商有何分別 超商說引發爭議 你能要求統一大企業 跟他的加盟店要有忠誠度嗎 加盟店不過就是為了透過這個平台 能夠得到更多的商業利益 一個政治人物如果沒有了理念 那跟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 他是不是又搞不清楚加盟店的責任 跟加盟店有很多權利義務啊 而且如果以這樣來說 他跟于北城將軍相比 那加入國民黨這件事情 他比較像是加入加盟店 嚴寬恆一句話讓網友炸鍋 說是不倫不類 惹怒全台超商店員 隔天上午選擇省影 零自己把握機會做最後衝刺 為了公眾利益來做事 跟為了家族利益來做事 對於地方的選民來說 這個選擇應該不會太困難 記者科技高黃靖璇 SN小所台車報導